作成高利劍的原因呢 大概有三個 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我們單側的肩膀的肌肉太緊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斜方肌太緊 那它就會把我們這邊的肌肉拉起來 比如說可能長期打電腦 然後慣用手就是身高 或者是長期一邊 塞方子脫著 或者是長期這邊背重物 背書包 另外一個原因呢 是這個人他可能有先天 不明原因性的脊椎側彎 所謂不明原因性的脊椎側彎呢 就是說他每一節脊椎骨都方方正正的 但是它排列起來呢 可能就是呈現S型 或者是C型 這樣子他一站起來 肩膀自然就一高一低 就成高低尖 那另外一個原因呢 是他有長短腳 那我們長短腳有分兩種 一種是真性長短腳 一種是假性長短腳 我們先講假性長短腳好了 就是說他兩隻腳下肢的骨骼 大腿加上小腿的骨骼 左邊跟右邊都是一樣的 但是呢他一站起來呢 他就是歪的 他就是不對稱的 所以他的肩膀也是不對稱 那大部分會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可能是因為他姿勢不良 比如說他站著的時候三期不站 對那一腳負重比較多 一腳負重比較少 對或者是他坐著的時候呢 他是雙腳交叉 或者是翹腳 另外造成一個 假性長短腳的原因呢 就是這個人他可能是長期 有一個單側性運動的一個習慣 比如說他單側打網球 或者是羽毛球 或者是乒乓球 都是單側性的運動 他比較容易造成 我們一邊的腰方肌比較肥厚 那腰方肌直接連在我們的骨盆 所以一站起來的話 比較肥厚的腰方肌 會把我們的骨盆往上一提 那骨盆往上一提之後呢 你的脊椎就會變成S型代長 這樣子你就會造成外表的高低劍 那接下來我來講真性長短腳 真性長短腳的話 就是說你兩下肢的骨骼 他的長度真的左邊跟右邊 比起來骨頭的長度是不一樣 所以那當然一站起來 就是高低肩 那造成真性長短腳的話呢 有可能是他可能有先天性的疾病 比如說骨盆發育不良的 他可能同時合併 有一隻腳發育比較短 那另外可能是後天 比如說車禍 或者是換人工關節 換了之後就變成一個腳的骨頭 比較長 一個腳的骨頭比較短 對這些都是很有可能 另外一個就是非常大宗 大概佔人口的40%到70% 那個是屬於比較輕微的真性長短腳 他是來自於遺傳 遺傳他可能就是先天一隻腳 會發育的比較短 大概站0.5公分到1公分多左右的 這樣子的一個族群 那這些都是真性長短腳 真性長短腳不用講一站起來 就是一高一低 那肩膀一定就是一高一低 如果沒有改善的話 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說 我們兩邊的肩膀附近的肌肉不平衡 那就會長期造成這邊的肌肉慢性疼痛 那甚至變成是肌肌膜疼痛症候群 那嚴重者他可能就還會有隱傳痛 那整隻手就無力麻木 那病人其實最後會引發可能睡眠也不好 對 那另外的話呢 很多高力肩他都同時合併有骨盆旋轉 骨盆旋轉之後呢其實他上面的腰椎呢 就會跟著代償 那長期不管他的話呢 我們的腰部也會非常的下背痛 最後最嚴重呢 不管這個高低肩的狀況呢 就是說他可能會引發我們的腰椎滑脫 或者是頸椎滑脫 因為我們很多高低肩的患者呢 他其實整個身體的骨骼排列呢 他的脊椎都是呈現S型的 這樣子他的腰椎的穩定度 跟頸椎的穩定度 其實是非常不穩定的 所以在我們整個病人呢 很多他其實沒有什麼很大的車禍 或者是跌倒的一個病史 但是呢他X光一照 他就是有腰椎滑脫 然後合併脊椎滑脫 那這些人他們在外表上呢 都有蠻明顯的高低肩的狀況 那我們臨床上來檢查這個人有沒有高低肩呢 很明顯的 我們就是從外表上 就可以看到他兩邊尖峰的地方有沒有水平一樣高 那像他的話 這邊是非常明顯的比較高 這邊是比較低 對 那我們也可以就是來摸他的肩胛骨 比如說像這邊的肩胛骨就是比較突出的 這邊肩胛骨比較平 我們也可以請他往前彎 對 因為很多高低肩的患者呢 他其實同時合併脊椎是一個S型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你去摸他兩邊的脊椎的肌肉 你會發現一邊比較凸 那一邊比較不凸 那他S型 他到這邊來 他可能就是一邊比較凸 一邊比較不凸 對 那麻煩站起來 那很多高低肩的患者 他同時有合併骨盆的一個旋轉 所以他可能骨盆對過來 兩邊是不等高的 我們會去抓骨盆最高的地方 然後兩手過來 我們會發現 他真的骨盆是一高一低 有些人呢 可能是因為下肢而引起的 那真正腳的骨頭的長度 我們可能要到醫院來靠S光 來幫我們拍片 才能夠去抓到那個 很小的輕微的差距 但是在逐步的外觀上 來講我們可以靠肉眼來看 那我們會讓他佔一個標準姿勢 讓他兩腳打開來一個拳頭寬 來兩腳之間是平行的 標準站姿之下呢 他體重所壓出來的這個足弓 才是這個時間點 老天爺要給他的足弓 那我們會去觀察 這個是叫做內側重弓 我們會去觀察內側重弓的高度 左邊跟右邊有沒有一樣 像有些人呢 他可能兩腳的骨頭是一樣長 但是他的內側重弓高度 一高一低 那這樣他往上帶長上去的話 他可能也會是變成是高低肩 我們很多高低肩的朋友呢 他在比較高的這邊的肩膀呢 他這個斜方肌跟這個提肩甲肌呢 他都是比較緊的 所以呢 我們有兩個方向的動作呢 可以把這個肌肉拉開 在拉之前呢 我們要找一張高度合適的椅子 這個椅子的高度呢 最好跟腳腿等高 這樣他坐著穩了 等一下才容易拉開 要拉著那一側的手呢 放在椅子旁邊 像一個毛一樣固定住 然後接著挺胸 然後先把氣吐乾淨 然後呢 手就定位 來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往左側拉過去 那我們就就定位在這邊 拉之前呢 先吸一大口氣深呼吸 然後之後呢 把氣慢慢吐掉 然後邊吐邊拉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巧 當我們吐氣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會引發呢 我們肌肉的一個放鬆動作 所以呢 我們邊吐氣邊拉 其實是最容易拉開的 很多人他覺得他有拉筋 可是其實效果都不好 其實就差在這麼一點點技巧上 那這一點可以跟觀眾朋友們分享一下 那另外一個方向呢 由前往後來摳住頭 那前面的準備動作也是一樣 手固定 然後挺胸 先把氣吐乾淨 然後深呼吸 好吐氣 吐的時候邊拉 往左前方拉 對 整個過程裡面呢 這邊要固定好 然後要挺胸 這樣子你的兩條肌肉呢 才容易拉得開 那我們所有的動作呢 都建議一次做做十下 那每一下呢 我們就慢慢數一數到十 這樣子大概就可以撐十到二十秒 那十下呢 叫一回 我們建議呢 一天呢 做三到四回 另外呢 高低肩的朋友呢 他肩胛骨周邊的肌肉呢 也可能很緊 所以我們現在來介紹一個動作呢 能放鬆肩胛骨旁邊的肌肉 首先呢 我們把兩個手腕彎曲90度 那慢慢慢慢的呢 由最低升到最高 當不能再高的時候呢 我們把小指頭轉過來朝向天花板 對 那同時挺胸 對 這個時候呢 你會覺得兩個肩胛骨是互相靠近的 這個時候我們的肩胛骨呢 就有被運動到 同時呢 我們的胸大肌 胸小肌呢 也有被撐開 那在這個姿勢之下呢 吐氣 然後呢 撐十秒 這個是活動我們肩胛骨周邊肌肉的運動 很多高低肩的朋友呢 他同時合併有骨盆旋轉 到了門診的時候呢 我們會幫你檢查 你哪一邊的骨盆呢 是往前 哪一邊骨盆是往後 往前旋轉的那一隻呢 在矯正動作的時候呢 他要放到椅子的正中間 對 然後呢手要去浮在椅子上 椅子要選穩固的椅子 不可以有輪子的椅子喔 好 那另外一隻手呢 放在背部 然後另外一隻腳呢 要盡量從頭到尾都保持打直的狀態 想像空氣中有一把椅子 然後要慢慢的坐在空氣中的這把椅子 所有的重心要放在彎曲的這隻腳 慢慢慢慢往下壓壓到最底的時候呢 我們撐十秒 這個時候呢 我會感受到我們這邊的骨盆呢 有被拉開的感覺 那這邊的骨盆呢 有被喬回去的感覺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把骨盆呢 做反方向轉回正回來 那就可以減少我們脊椎的S型代長 然後就可以降低它高低肩的高度